各位好,我是瑞 今天我们在巴斯底纳尔这边 做一个房子的检查 这个房子非常漂亮 房子一万多尺 占地好几万尺 接下来我们进去看一下 简单介绍一下 购房流程跟大家 一般就是先来看房 看完房子后报价 报价大家都同意价格以后 就开始有人找人来检查房子 这个房子非常大 所以检查时间会比较久 而且检查的价格又比较贵 一般的房子 小房子可能也得检查三四个小时 这个可能不止 因为它这个面积比较大 这个房子呢 年份比较老 但是它里面就是换了新水管 新的电线 然后厨房洗手间都更新过 简单带大家看一下 这边是书房 这边是个会客厅 带大家到院子里面来看一下 它这个花园很大 这边的山景不错 这个房子占地真的很大 基本上你等于说自己家里有自己的公园了 然后它这边有一个屋形的小道 可以围着房子走一圈 也够你走的了 游泳池非常大 绿化做得非常好 这边下面 也是景观都非常漂亮 接下来我们再到里面去看一下 这边有个弹钢琴的地方 后面就是有椅子 可以坐这边欣赏钢琴 家里有很多艺术品 这边可以坐这里 休息很舒服 这边是二楼的楼梯 正餐厅 厨房 是这个是厨房外面的景色 还有休息区 放到另外一个角度 房子太大了 检查得好几个人 这个是游泳的区域休息区 这个是泳池从另外一个角度 楼下的一个洗手间 楼下两个客人洗手间 这里有个酒窖 这边这边有三个车库 有这个洗衣房 还有一个单独的一个套房 可以另外一门出去 这边都是好多柜子 然后洗衣机 另外一个套房 这边是二楼 这边是二楼 二楼的侧卧 二楼还有一个洗衣房 二楼有一个教堂 二楼的客人洗手间 二楼的一个休息区 二楼的另外一个套房 另外一个套房 这个就是主卧了 非常大 主卧有两套洗手间 两套更衣室 其中一个更衣室 更衣室非常大 其中一个洗手间 主卧两个洗手间 主卧的第二个更衣室 衣帽间和洗手间 我的书房 OK 介绍结束 这个检查可能得好几个小时 因为房子一万尺 占地好几万尺 基本上和酒店大小差不多了 OK 我是Ray 我们下次再聊 希望你喜欢这个视频 给你分享一下 OK 希望你喜欢这个视频 然后订阅我的频道 我们下次再会